喝一口汤你都想泡一碗饭 哎呀真的 哪个饭哪个得了 粉丝给我介绍一下 开到那个李嘉儿童园附近的江湖菜 正好填补了我这个美食地厨 这个片区 空北 小海 走 吃过没的 菜汉的啥对 皮蛋炒肉 我都没吃过 我给你们讲一下 江湖菜 它都是由川菜 眼边而来的 小爸 来来来 先给你们尝一口 好特别哦 你如果 吃不到那种皮蛋的煎味 但是吃到了皮蛋的香味 哇好有特色哦 你看看它的肉已经超香了 嗯 这个干饭的话 要下三碗饭了 它感觉是用鲜蛋炒的 但是它又不是鲜蛋 虽然皮蛋炒肉是这种味道 好有创意哦它这个 它把这个皮蛋炒在这种 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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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的 又有点 胡椒胡椒的面上 对啊 干萨浩鱼 哈两斤 它用的全部是这种 五零一倍的哈 五零是将它的宽度 一倍是它的长度 火管一般用的三零五的 你知道吗 嗯 它这个浩鱼也很嫩 煮得过的 我真是煮得过的 我不是那种故意忌讨的 小伯爹 嗯 嗯 这个味道好 在香菩萨里头算是做得很好了 味道是拿稳了的哈 嗯 还吃着吃饭 来 嫩滑的酸鱼 的酸鱼 的酸鱼 酸鱼 酸鱼 整个川鱼地区 诞生的第一个江湖菜 它都是鱼 但是它是 鼻山的来风鱼 来 酸鱼蒸起 香 嫩 下了些花椒 准确的叫麻香酸鱼 很薄薄的味道 还是用草鱼做的 酸鱼做的也有水平了 它这个麻香味嫩很舒服 还有酸鱼 味很正 好多 这个酸鱼里头裹的花椒吃起来好爽啊 嗯 还有鱼都一点清味里面的 这个鱼确实处得好 舒服 麻香味非常的浓厚 它这个水水碗看到没 全是灯笼海椒 它香这个海椒不辣 给我看看这个水水碗 哇 给我看看 好香 必须养服饭 你给我看看 那肉片选的也是美满肉 好 肉煮的第一香味就是它海椒的香香味 它的味道哈 不是那种大开大火的那种麻辣 但是它都是香 陈松这个水煮片 它用的是刀口海椒 它不会用这个蒸笼椒 所以说它是姜生素 上来这个豆盐 和这个肉一起吃 嗯 嗯 嗯 舒服舒服 再打碗了 再打碗了 这个都必须用点酸菜鱼汤汤 嗯 酸菜鱼汤 既然是江湖菜嘛 一定要有江湖的吃吧 冲进江湖盖饭 嗯 哇 这个山菜鱼汤泡起好好吃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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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太酸了 来 酸菜鱼 这个叫麻辣酸菜鱼 酸菜鱼本来都是麻辣的吧 酸菜鱼是应该酸吗 芙辣强香 芙辣的第一口应该是酸 不是麻辣 错了 酸菜鱼的第一口应该是香 芙辣的强香味 酸菜鱼知道吧 包括它现在这个做法 它都应该是叫新麦酸菜鱼做法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野山椒 和那个泡椒知道吗 真正的老的酸菜鱼 都是要抢那个芙辣菌 所以它还是江湖的菜 嗯 哇 这个鱼泡也含 如人产了 还有花椒 嗯 这个麻辣酸菜鱼真的好麻 我好喜欢 真的是对我的胃口 嗯 嗯 每喝一口这个汤 你都想再泡一碗饭 那个饭 那个得了 中文类型川鱼的味 第一道 重庆江湖味 金色小费449元 我们点的这几道菜 每一道菜都非常有特色 唯一遗憾都是这个豪尔鱼 减大多了今天 如果烧大的话 完美了 酸菜鱼非常有特色 最有特色的 都是皮蛋炒肉 拜拜